我们现在在这个主题,第三个主题,讨神喜悦是不难的,这个教导,刚才我有讲过,但重点是我们放在记忆里,可以自己鼓励自己,也可以鼓励其他人,让他们明白,圣经明确地说,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 虽然完美是难,但不是要完美,神才喜悦,我们有罪,需要马上回,这个是真的,不能说我愿犯罪,但我做一些圣经吩咐的,神就喜悦,我们必定悔改,离开罪,但你说我没有能力离开所有的罪,怎么办呢,你尽力去处理,尽力去处理, 这个关于处理罪,我其实会讲,但我基本上是这样,简单的解释,例如你对人发怒,你说很难不发怒,怎么办呢,方法就是,你明白发怒的时候,对我们有破坏,神不喜悦,自己的生命也破坏, 所以我们在里面就说,我选择不去发怒,我选择,为什么我发怒,因为他做的不好,我就发怒,他做的不好,是他的问题, 我不需要因为他而发怒,所以我就选择,因为我知道我发怒,神不喜悦,就更大的破坏,如果有人犯罪,我就求神带领我,怎样去引导他去悔改, 他如果不听,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不需要发怒,因为他有罪,我是不是要将他的罪放在我身上呢, 他发怒,不代表他犯罪,我不代表跟着他去犯罪,所以我就选择,我里面很想发怒,当我知道这有破坏性,我就告诉自己,我犯罪,我发怒,必定有破坏性, 所以我选择,祷告,祷神给我平安,轻松放下这个怒气,我就能够平安了,不被影响了,或者是有人有一念,一念, 他觉得很难对付,那你说,我有一念,神不喜悦,神就会,可以管教,可以惩罚,也破坏婚姻,也破坏我的前路, 我就说,我选择不去想,我去想着神的话语,祷告,敬拜神,想圣经的话语,我就取代这些意念, 其实,任何罪,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依靠神,去取代这个罪的意念, 例如有人很低层,这个很难,低层是困难离开的,很难离开, 你里面很烦恼,不开心,那怎样可以选择感恩和喜乐呢,就是说,我烦恼, 我整天就没有力量了,神就不喜悦,我的生命就破坏了, 所以我就选择不去想这个负面的东西,很多时候人为什么烦恼呢, 因为他想着不好的东西,他不好啊,事情很困难啊,我有很多困难,就烦恼了, 烦恼,很多人烦恼觉得不能离开烦恼,但其实我说,我就可以选择思想很多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在记忆里,记忆所有神的恩典,他拯救我,他圣灵感动我,他纪念我所有的好的地方, 神都祝福我,神都帮助我,所以我可以开心,我可以喜乐,我可以感恩,这样的话,我就选择越来越平安喜乐, 我放下这个烦恼,不去思想这个烦恼,通常这个非常难的,因为这个包括我们情绪, 但我选择不去继续思想这个问题,我思想神给我的恩典,我就可以感谢神,神给我这些, 我就取代这个负面的想法,虽然不是完美,神还是喜乐,我们在对付罪,神还是喜乐, 这样的话,这个人什么地方,尊重神,神都喜乐,我的意思是,当我们靠神处理罪, 神就喜乐,我们靠神尊重神,神就喜乐,这样的话,讨神的喜乐是不难的, 你们有没有人,有问题的,关于这方面,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说,我随便犯罪, 然后我尊重神,神就喜乐,不是这样,必定是我知道罪的破坏性, 我必定是靠主尽力去离开罪,我对付罪, 虽然不完美,神仍然喜乐,当我尽力去处理, 例如,有一个人,我们很难饶恕, 饶恕其实有程度的,第一个程度,你可以不因为他而发怒,大怒,本来很大怒的, 但现在我可以平静下来了,第二个程度,我可以为他祷告, 但不能见面,还不能见到他的面,见到他的面就很不开心了, 然后第三步,能够见到他,能够自己不发怒,平安一些了, 然后第四步,能够见到他,对他说一些好的话,这个就比较难了, 然后下一步,见到他,真的真心祝福他,真心的帮助他, 虽然他有不好,但我饶恕他,我真心的祝福他, 我真心的做一些事情去帮助他, 然后我可以欣赏他,欣赏他有好的地方,虽然他有不好, 然后我真的全心全意,我能够喜悦他所做的好事, 虽然他有不好,我接受,我就不被他影响, 我真的全心,饶恕,而且愿意祝福他, 是不是饶恕有程度啊? 你是不是完全饶恕你的老公老婆了? 你能不能够真心的祝福他,令他觉得开心呢? 好像,好像里面有抗拒是不是? 忍不下来啊你 他说什么?忍不住 忍不住 忍不住你就问自己,为什么忍不住 为什么?因为你看到他的不好, 你的心里面就有怒气,不服气 但越不服气,破坏越大 你告诉自己,越不服气,破坏越大 吃吃越多 整个生命就越破坏 所以你就说,好了,我现在靠着主 先为他祷告 先为他祷告 然后靠着主,我见到他的手,不发露 然后,我见到他,可以对他说一些好话 然后,我可以欣赏他,对他做一些好事,一步一步的 但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没有去到完美的地步 你再努力,神也喜悦 所以我不是说你不随意的犯罪 我真的很憎恨他 但我同时服侍神 神不喜悦的 因为你里面 所以耶稣说什么 你现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你想到有弟兄得罪,你献与他和好 所以你一边憎恨他,一边服侍神 去白做 去白做 你喜欢白做吗 白做侍奉 这个处理神做喜悦 重点是我们在处理我们的罪 也尽力去赠从神,神做喜悦 但这个程度是不同的 有些能够去到一个程度 例如有人得罪我 我看着他 我已经马上分辨他的问题 我已经觉得这是他的问题 我不是有法律 为什么有法律 是他不好 与我合肝 没有问题 但我会帮助他 但我不需要被他影响 就是有人攻击我 我也说不要紧 他不能害我的 他不能产夺神的福气的 这样的话 我的心里面就 他一边可能对我说不好的话 我一边看着他 我分辨了 我就心里面就是平稳安静 我就求神给我机会说什么话 例如 好的 我尽量去做你 吩咐我做的 不要紧的 好的 好的 我做错请你饶恕 都可以说出来 这是因为我里面已经处理了 坏度的处理 但不是每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你去做 神已经喜悦 但有些人说 我不喜欢去处理 怎么办呢 人人喜悦犯罪的话 神是不喜悦的 就有破坏性 但你可以这样说的 神啊我真的有罪 但我现在没有力量 请你帮助我 神也喜悦 你没有力量要恕 但你说我知道是不对的 我现在去饶恕 求神帮助我 我还没有做到 求你帮助我 神也喜悦 你明白这个讨神的喜悦 不难的意思吗 第二条最重要的诫命是什么 爱人如己 所以我们没有选择去 就是说他不好 我就不理他 我以后不理他了 我不关心他 但我说 放手不被他影响 但我不需停止祝福他 我有方法祝福他 我还是求神祝福他 但我放手 放手是可以 没有问题 但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但有些人是这样的 有些人是这样 有些人是 就是 屡次犯罪 不停的犯罪 故意的犯罪 你怎样欠免他 他还是不改变 在这个情况 我们在这个时候 还是需要放手 因为他不听 但如果将来有机会 他还是听钱 我们还是帮助他 我不用 我不会用放弃 我说放手 放手 但将来有机会 还需帮助他 在里面也问神 什么时候 我才继续帮助他 我的 刚才所说的是说 因为我这个教导 甚至说这个教导 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 有些人就说 是不是有人 憎恨人 然后他侍奉神 神就喜悦了 这个不是对的 因为继续故意犯罪 继续犯罪 不处理的话 神是不喜悦的 你继续做很多 很多遵从神的地方 还是里面有一样罪 不愿意放下 无论是什么罪 是 懒惰啊 这个情绪啊 怒气啊 情欲啊 无论是什么罪 不去处理 继续犯这个罪 每天这么犯罪 然后每天 努力侍奉神 神还是不喜悦 所以我们必定 不喜悦 肯定不喜悦 有罪必定要处理 但处理不是说 你要完美 神才喜悦 你在这个过程 不停地处理 神已经喜悦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神看到你在努力 努力 神就会喜悦 不是说我们能够 做得很完美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了 因为有些人说 你是不是说 他随意犯罪也不要紧 我说不是 继续犯罪 必定要处理 好了 我们看一看这次经文 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 也要这样会他欢喜 就是说 罪人悔改 神都喜悦 悔改的意思是说 他知道罪的破坏性 他不想再犯 他会处理 悔改 有些人以为是这样的 神啊 我求你赦免我 但转个头 又犯罪 这个不是悔改 这个就是口头的悔改 不但是口头的悔改 真心的悔改 但虽然他不能以杀子 胜过所有罪 但他继续对付罪 神是喜悦的 第二 藏在耶稣里面 耶稣也藏在他里面 竟然就多结果子 这个人藏在耶稣里面 耶稣有没有反应啊 有没有反应啊 我也藏在他里面 是的 耶稣就反应 所以当然真心的亲近神 很重要是真心 口头的亲近神 因为圣经有警告的 口是亲近神 信出去远离我 这样的话 神就不喜悦了 是真心的 神啊 我感激你 你真好啊 耶稣必定回应 所以真心的 就是 有些人说 我祷告 不能用心灵祷告 神喜不喜悦 神也喜悦 虽然你做不到 高层次的亲近神 高层次的亲近神 是整个心灵爱慕神 放下所有重担 相信神很喜悦 于是很有力量 随时祷告都有力量 这个是用心灵祷告 整个心灵放下重担 神高度的喜悦 但有些人 他不懂得怎样祷告 就是说 神要帮助我啊 我需要你帮助 神也喜悦 虽然他做得不完美 神还是喜悦 但当然喜悦有程度的 但小的地方遵从 神还是喜悦 就是说 虽然有些人 做得不够好 神还是喜悦 他努力去亲近神 当然如果能够投入的 全新的尊重神 神就更喜悦 这个教导的重要性是什么 就是我们做得不够好的时候 神还需喜悦 但你努力向这个方向去 然后第1 马太十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 人因为先知的名 接待先知 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 人因为一人的名 接待一人 必得一人所得的赏赐 无论何人 因为门徒的名 只把一杯凉水 给这小子的一个喝 我实在告诉你 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这里我们看到三个程度 第一个程度 他见到一个先知 但他自己不是先知 他就接待这个先知 有什么后果啊 他就得先知的赏赐 容易啊 他不是先知 然后他找不到先知 所以看到一个义人 就接待义人 有什么后果啊 义人 是不是很值得 很值得 很值得 很容易 可以努力的接待 是的 好的 找不到先知 找不到先知 也找不到义人 只找到一个小子 也得赏赐 是的 而且 你只是做一件小事 一杯凉水 这好像刚才 这个女孩 拿这个汤给我啊 这个 就是我们坐在任何人身上 神都喜悦 这是说 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 一百万里 是的 你坐在一个先知身上 坐在一个服事人的 侍奉人身上 神喜悦你 你坐在一个基督徒身上 神喜悦你 然后你坐在一个很微小的人身上 最小的事情 神也喜悦 耶稣所说的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什么 就是 你坐在谁的身上 伟大的人身上 或者是微小的人身上 神都喜悦 而且 不单是做大事 最什么 最小的是神也喜悦 一杯凉水 所以 难不难啊 所以我们就看到 耶稣的话 耶稣不是说 你救了一个灵魂 你就不能不得赏赐 因为有些人说 我救不到啊 我不能救一个灵魂啊 他说 这是一杯凉水 所以这个是耶稣 让我们知道 耶稣跟人的不同 你跟很多人 他们会说 你做到成功这个事情 我就喜欢你 你做不到 我就不喜欢你 我就觉得你没有用 是不是 但神是说 你做什么小事 做在最微小的人身上 神都喜悦 所以这个很清楚的表达 什么小事 都可以讨神的喜悦 然后 马可九章四十一节 反映你们是属基督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实在告诉你 他不能不得赏气 这个经文解释 马太十一章四十二节 因为门徒的名 不是下一页 同一页 同一页 上面的经文 上面的经文说 因为门徒的名 只把一杯凉水 好了 到底这个门徒的名 是因为你是门徒 还是对方是门徒呢 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一节 就解释了 对方是门徒 当然你也是门徒 因为你不是信耶稣的 你不能得赏气 不是靠好行为得救 我们没有人靠好行为得赏气 是因为耶稣的恩典 然后我尊重神神就喜悦我们 所以圣经教导的是 坐在基督徒身上 或者是坐在非基督身上 想带领他们信主 也是坐在属基督人身上 因为他是 你想带他信耶稣 就带他属基督 也是神喜悦的 所以这里所说的 就是我们无论是悔改 无论是信进神 无论是坐在人的身上 神都喜悦 但同时我就刚才告诉你 如果这个人同时不停的犯罪 不悔改的话 神不喜悦他的生命 有什么经文证明呢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二十三节 记不记得 凡称呼我主啊 主人不能够敬天国 然后有些人去奉耶稣的名 传道赶鬼 行义能 也是神不认识他 所以但是做好事 但与神没有生命的关系 也没有尊重神的话 生命没有尊重神 神也不喜悦 所以这个喜悦不是说 你犯罪 继续犯罪 不悔改都可以得神喜悦 但你悔改 你继续处理 你继续处理神就喜悦 当然当我们知道有罪控制我们 我们就尽力去离开这个罪 如果你发觉对某些人很难饶恕 你就每一天为这个祷告 神要帮助我 他有问题是他的问题 我发露 我就破坏我的生命 他就真的破坏我了 真的被伤害了 因为我因他发露 但如果他有做得不好 但我就平稳安静 接受他是这个情况 但我继续祝福他 善待他 这样的话 神就喜悦了 所以这一点 我们去讲 讨神的喜悦是不难 我们要讲清楚 真心 首先是真心 真心的 亲近神悔改 尊重神 神都喜悦 这个是我们需要明白的 真心的 第二 如果这个人是犯罪的话 必定悔改 尽力去处理罪 神就喜悦 如果不处理罪的话 神不喜悦 这个人继续犯罪 可以是神不认识的 所以这一点 我们可以告诉人 但也告诉他们 你们所做的整天 我们整天在美酒 整天尊重神 整天服侍神 我们就说 神现在很喜悦 所以我也可以开心 但这个不是骄傲 我去抓住神的应许 神说 他这样就 不能不得赏气 不能不得赏气 代表他喜悦 是不是 所以我就 神在笑 因为我喜乐而欢呼 所以我也喜乐 这个是根据圣经的 所以没有问题 好的 有没有人有 这方面有问题 关于这个 希望你每一天都告诉自己 我现在尊重神 神就喜悦 我再美酒 神又喜悦 哈哈哈哈 我帮助人 神也喜悦 但不要骄傲 不要说 我刚才传的福音 我今天做得很棒了 不要这样说 而是这样说 你记得马太福音 五千 五千 二千 一千的仆人 回来 五千的仆人 跟二千的仆人 耶稣说什么呢 忠心又良心的仆人 是的 你在 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 这是我们每个人 都不是完美的 我们不是做得完美 但我们尽量去做得更好 我们知道 我们是不配的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所做的 是我们应份做的 是应份做的 所以不要骄傲 但因为神喜悦 所以我也喜悦 我也开心 这个不是骄傲的喜悦 好了 明白吗 好了 然后这个 下一点 请君神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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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